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是可可 那這集呢 我們會在日本的營地隨機訪問日本人 從他現有的裝備挑選三個他覺得最喜歡的好物 我們其實主要想看日本人用什麼輕量化的裝備 但不想把主題太侷限在輕量兩個字 所以就會優先找使用輕量帳篷的人來做訪 他沒想到我們第一個就被拒絕了 所以呢 在湖邊看到一位沒事的情侶 他們答應了 就成為我們第一位受訪者 我是Mao 我的朋友是Koko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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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帳篷是用Mongbel 其實蠻多日本人都用Mongbel帳篷 重量大概1.6公斤左右是自立帳 我們剛剛有問一下剛剛下的大雨裡面也是蠻OK的 那他的帳篷是雙層帳 所以是內外分開的 不太會有反潮被滴到水的問題 這雖然是雙人帳 但是他只有單門的設計 所以就腳那邊可以出來而已 然後這邊是可以防雨的 然後這邊就是通風的 那Mongbel帳篷他都會設計一個通風的開口 在旁邊 所以很好扁扁 那這通風剛好還蠻好用的 他裡面這裡有一個網布可以翻 可以閉著 可以閉著 他說這個設計上面還是三記帳 所以四記的話可能不是這麼適合 他說秋天還是沒問題 日本秋天是可以到零度的 接下來男生就說他很喜歡他身上的這件外套 這是go win 也是日本的品牌 這件是他自己所開發的雨衣 他覺得外套本身的重量很輕 那也可以說的很小 因為他自己是比較容易流汗的體質 這件外套的透氣跟透視度都還不錯 也很適合冬天來穿 因為我覺得他口袋那個網狀很特別 所以我就問了他 這個口袋是可以掏出來 然後扣在外套上面的 這設計還蠻特別 我自己也是第一次看到 那還有另外一個優點他沒有說到 就是他口袋的兩邊的位置都有儀高 放東西也不會擋到背包的腰帶 他是寫口袋的設計 所以你插口袋或是要拿取東西的話都很方便 他們兩個人是穿一樣的外套 女生就從口袋裡面拿出了這件外套的收納袋 就大概可以收成這樣子的大小 他介紹的第二個商品就是Mobile的拖鞋 這拖鞋也還蠻多的台灣人喜歡穿 那這個也不貴日幣3300多塊而已 再來是女生推薦的好物 從帳篷拿出了睡墊 這個睡墊是Nemo的 它是美國的品牌 Nemo它主要的產品集中在露營裝備 其中帳篷跟睡袋充氣睡墊都還蠻知名的 他說他有自己原本在充氣睡墊跟蛋殼之間做選擇 後來選擇充氣睡墊 因為睡起來很舒服 再加上收的時候可以收很小 那這個睡墊它還有複收納袋 也是充氣袋 所以你不用嘴巴對著充氣睡墊 催催催這樣很辛苦 RV流那個保温沙 啊 啊 多少錢 R值我上網查了是4.2 重量是410克 厚度18公分 以這個R值跟這個重量來說 規格算是蠻好的 其實也有不少台灣人使用NEMO的睡墊 那他說這個睡墊在日本零度使用是沒有問題的 但翻身的時候睡墊還是會發出一點點聲音啦 這個就沒有辦法 再來他介紹第二個好物 Primus的鋁合金的二入組的鍋子 那這有分大鍋跟小鍋 內部都是有塗塗層的 所以是不沾鍋 煎東西啊都很方便 這個大鍋800ml 那前端還有煎煎的 就是可以方便你倒水使用 那真冠的瓦斯也剛好可以放進去 我發現它在那個瓦斯罐底下貼了紙膠袋 很聰明耶 但是他為了不要讓那個瓦斯罐刮到那個塗層 所以他就這樣子處理 好那以上就是第一組情侶的訪談 後來啊我們就搭山到第二位清亮化的大叔 我們在三宇山莊的時候有看到他 他就扎贏在我的帳篷後面 那我剛剛就一直很想問 因為這頂帳篷看起來真的是超小 第一個當然就先問他的帳篷 因為真的是又窄又小 他一個高高的男生可以塞得下嗎 他看起來是單層帳 他上面鋪了一個灰色很像地墊的東西 他...他不記得他的 懂不清楚 自己是什麼品牌 那結果他已經忘記品牌 他就去問旁邊的朋友 他帳篷品牌是Heritage 這個品牌主要是出帳篷啊 避難帳綁腿啊 露宿袋 他這頂帳篷是Crossover Dom的二代 表布是10D的 然後高強度抗撕裂日本製的材料 他塗上防水透氣的PU塗層 銀柱是鋁合金等 他重量是540克 很輕 大概是日幣49000多塊 換算台幣的話大概是10800塊 我想知道剛剛的大雨他過得還好嗎 剛剛的雨也完全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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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雨是不太行的 因為他耐水壓只有1230 可想知道他在剛剛的大雨應該是過得蠻辛苦的 好 然後他介紹第二個好物 這個是折疊傘 品牌是WPCIZA 內層也有塗黑膠 然後我去查了一下 哇 官網也設計得太太... 價格大概落在3600到4400的日幣 傘面是55公分 重量190克 那他說不只在傘上可以用 覺得他在城市也可以用 我差點要拿給他看台灣雨傘王的傘 比較輕 好 然後他第三個推薦的商品是 他第二個推薦的是這個 B-FREE B-FREE 浴水機能有用的 河水也有用 日本的水很漂亮 可以使用水也有用 對 水也有用 那你問他 所以那個飲用水他還會再過濾嗎 例如這個山小屋的水也可以使用嗎 他也會用 不過我們在日本其實都直接喝 台灣最多人用的應該就是 Sailure Be Free 普拉自己做的濾水器這幾個品牌 第三位受訪者 是剛剛那個帥大叔的朋友 他也非常大方的讓我們訪談 那我們也禮貌的先自我介紹啊 順便跟他介紹熊衣 就是妮塔跟阿凱他們自創的品牌 對 對 很可愛 很可愛他們就把名稱給拍了下來 好我們先問他帳篷 然後這個帳篷是石井三磚的自由品牌 PAINE 那型號是G-LITE X 尺寸是210x130x103 它這頂是2到3人使用的 他說打包重量大概1.6公斤 以3個人來用這個重量還算OK 那價格的話是5萬5日幣 他說這個帳篷已經使用了5年 狀況都還OK 而且這個是沾單成帳喔 但是他說防水性那些都還蠻不錯的 那我們請他推薦第二個好物 他就說就是他身上的YAMATOMIJI 就是日本人最愛用的 他說褲子 他毛包是MINI-TOO 它有分兩個尺寸啦 那重量大概就是落在400克上下 就是日本輕量化品牌的寶寶嘛 那背包是70單的布料 然後底部就是用X-PAD比較耐磨的布料 那我就好奇看了他背包上面的掛什麼 LUNA的涼鞋 這是美國的品牌也是蠻多台灣人穿 另外給他推薦的好物就是收納袋 然後他說是用帳篷回收的材質去做的 我大概查了一下啊 這是印度巴黎那邊的品牌 他是用降落傘的尼龍布料 主要做吊床 然後又有做一些包包 他自己說下山的時候很脹的東西 就把它裝進去 而且那個環保袋很輕 然後重點是他說 他說比那個塑膠袋看起來帥多了 第四位也是大叔 我們看他用這個非自立杖就去搭訕了 那這是美國的TARP TEM 型號是NOTCHLE 就是非自立杖DCF的材質3G 單人杖使用 那他兩邊啊就是用登山這樣撐起來的 打包重量大概是607克 DANIMA的布料就是貴 然後不吸水而且很輕 但他的抗撕裂可能是有年限的 然後我就看他的地步好像是太為客的 就問他說是不是原廠付的 他說不是那個地步是在別家所做的 而且別家他就是特地為了他這頂帳篷的形狀 客製化的還蠻特別的 內部空間看起來一個人睡也蠻舒服的 至少比剛剛那個HERITADGE還要大 這個是雙層的帳篷 所以即使返潮或下雨 你還是可以保持乾燥 那內障下面有浴缸 所以雨滴如果很大 然後反彈起來的話 也不會噴進你的內障裡面 而且他外障捲起來的方式 居然是用持扣的 我覺得超方便的耶 那即便是單人杖 他還是有做雙門的設計 是挺方便 那接下來他就推薦了第二個號碼 這是日本北海道的小眾品牌 If you have 這我也根本沒聽過 不過阿毛他沒有聽過 那這個包包叫做Hug 這顆是40公升的 他跟我們說這個價格大概 四萬一千兩千的日幣 重量的話大概六百多克 他說他這也是用重裝包啦 但是年紀大了就是背不了那麼重 所以就把東西都換成輕的了 他是沒有骨架的 軟地使用 如果太重 可能會太重 我朋友說他厲害的是 他這個一收的話 是全部一起鎖緊的 就是像在抱你的感覺 這個尖 Rollip 他是直接接到前面這裡 整個會這樣鎖緊 對對對 所以他會整個 包住你的 阿毛就接著問他 就是一些背包的問題 這個是Muna Gear的特製版 是長這個樣子的 Muna Gear是東京很有名的一間 這種清涼化用 好忘記聊到什麼 他就拿出一個小桌子 然後這個品牌是Belmont 它是日本燕三條製造的 那台灣的探索戶外有賣這個品牌 燕三條啊 它是日本新洩縣 燕市跟三條市的合成 那燕市是日本最大的餐具產地 它是以精細金屬工藝聞名的 那Belmont的產品大概有 餐具啊 國具 摺疊桌 粉火台 他說他今天第一次用這個東西 可以摺疊起來就是蠻方便的 很漂亮很精緻啦 然後我對他的桌子比較有興趣 我就問他可不可以拿起來看 欸很有造型欸 對 背著品牌是 VIVAHDE 我不會唸 然後他這個在芬蘭語中是 細微差別的意思 也就是說他們品牌致力於創造賞心悅目的原創商品 專注在細節這樣 哦 這個是什麼1 這是1 嗯 這是3個套 但是我今天只有1個 這個鍋具 所以這個是有3個3層 但是他現在就是帶1層來 然後就剛好可以放這個鍋具進去 然後這個鍋具啊是Jundaiji Mountain Works 它是在東京高尾那邊的工藝裝備的製造商 那個是鋁製的鍋叫做Hillbilly Pot 沒有把手的 單人炊具 容量是550ml 重量80克 含蓋子蠻輕的 金額是6000塊日幣 上面那個灰色的矽膠叫做Hillbilly Band 然後那個是1650元的日幣 就是讓你防燙的 因為他是沒有把手的 然後就想說他大概這麼簡便是吃什麼 然後他就說他都吃乾燥飯 他那個乾燥飯也是日本的品牌 我是沒有吃過啦 接下來因為我覺得他的裝備 品牌都很日本小眾 就家問了他水袋用什麼 這會 要搭豆腐啊 喔喔喔喔喔喔 Hyperlite 這個花了很多錢喔 他搞不好是很厲害的 被抗水鍋煉之類的 然後十足鳥的鞋子 It's Fab Tours 這個是南嘎的 但是這就是南嘎的 Sky High Mountain Works 這個店 Sky High Mountain Works 它也是戶外的日本裝備選品店 在日本的關係那邊 那主要都是罵越野跑啊 跟氫濫化的裝備 它的睡袋表布 他說是防火水的 然後羽絨填充大概是300克 那整件睡袋的重量不到500克 他說應該有南嘎的Logo 這裡有寫Nanga 諸室會寫Nanga的片甲名字 價格上是跟Nanga差不多的 這跟Nanga是有差的嗎? Nanga可能製造這個東西很厲害 然後它可能沒有你想要的規格 所以他們就是這一間工資就請Nanga客製的話 他們想要的三個規格 然後他們便利賣這樣子 這就是我們第四位的受訪者 旁邊這位男士是他的朋友 他其實是一直說他東西很重啊 都是重量化 我們就走去看了他的裝備 因為他的外套也是穿老人頭的 他一直說他東西超級重 我們自己講話 就拿出了老人頭的大背包 我記得台灣好像沒有賣老人頭的大包 上面寫的型號Spilvar 它是斯瓦爾巴群島 因為老人頭主要有分四個產品線 那這個群島主要是位在很寒冷的北極圈內 所以他的產品支線都是走比較務實 那一穿高品質 不會退流行的經典設計 這顆包應該也是蠻重的 可能要2公斤以上 他的帳篷RIPN 那也是日本的品牌啦 他應該很像台灣的犀牛 的概念 喔 Habby weight Habby weight 哈哈哈 我就想說 他好像東西都沒有輕量化 那睡袋會用什麼品牌呢 Habby weigh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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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huka還是日本的品牌啦 我自己的夏季睡袋也是Ishuka的 這個是Air 280X 填充量是280克800FP 舒適的溫度大概是2度 那重量是570克 他說因為他用了很久 所以他那個羽絨都已經變掉了 看得出來真的用得超久 最後一對情侶 我一開始其實就想訪問他們 因為看到他們跟我用一樣的 Lucas Carey的帳篷 也是日本的品牌 型號是Kufu Seal 是一到兩人帳 但是你可以睡兩個人啦 外帳是470克 他光是外帳就要 3萬5千多塊日幣 不含內帳喔 內帳他是分開購買的 那內帳大概400克 價格就要25800日幣 所以加起來這個帳篷非常的貴 就問他推薦的好屋是什麼 直接說山之道的褲子跟衣服 看得出來他真的是蠻喜歡的 這一位男士 因為他有來過台灣的台北 然後他就這樣說 他說他也蠻想要去玉山的 喔 日本人都想要去玉山 接著他有介紹他的睡袋 是Nanga的 另外一顆睡袋是Cumulus 它是芬蘭還是歐洲那邊的睡袋品牌 台灣的Norway也有代理 這件是羽絨被 羽絨被就可以比較輕啦 但是你如果翻身的話 很可能被子被掀起來 你就是會有冷點這樣子 還有介紹包包 一顆包是Yamato Mijima 另外一顆肥包它是Crux Crux 它是英國的品牌 那這個品牌的東西 都非常的厚實堅硬耐用 就是給極端氣候使用的 這顆包是全防水的 可以看到它非常的厚 哇 真的 就是完全不想吃的話就是用這個 用這個 他說 充滿男人野心就要用這個背包 哈哈哈哈哈 哪個朋友也用這個 好啊 便宜 男人 哈哈哈 便宜 日本的手巾 他說這個是 就是日本的手巾啦 啊! 綺麗 藍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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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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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去運動 哦 在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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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兩個帽子都是rich 然後也是日本清涼化的品牌 然後那天因為剛到營地就下暴雨嘛 那我們是下完雨才出來 去訪問日本人 所以就訪問到無味 但是還蠻開心的 可以了解到日本人他們都用什麼品牌 所以大部分可能都還是日牌 在石井ICI裡面買得到的 或是美國一些比較知名的清涼化品牌 或是日本他們自己的三指導品牌 大概是這樣 對著大家想說可以做個十萬QA 順便更新一下頻道的近況 那我在Facebook有發了一篇文 如果大家對我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可以去底下留言詢問我 然後我會拍片來回覆大家 好 接著就這樣啦 掰掰